TVB艺人何广佩 1月23日现身香港九龙堂姆电台 宣传主演的TVB新剧《大将园》 除了《大将园》之外 TVB另一部热播剧《黄金有罪》里 也有何广佩的身影 何广佩表示 8点半是他 9点半又是他 可以给观众展现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何广佩 很开心 虽然就是同一时间有两部剧 同时上演 但是因为这两部剧的时间 背景都不一样 而且两个角色的性格 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观众不会说 怎么又是你 何广佩 怎么又是你 老是常出现 因为很好 这两部剧的剧情不一样 所以大家都看得很过瘾 大家都会看到 原来8点半的《吉仔》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9点半的《凤少》 原来又是另外一样 就让大家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何广佩 这个是很好的结果了 那你和女主角兼绯闻女友朱成丽 在大将园里 是不是一开始 已经是欢喜冤家了呢 因为这部剧我跟朱成丽的角色 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冤家 大家都是看大家不顺眼 所以很多时候一来就是不是打 就是骂 而且大家就是互不上扬 所以就很多的骂 对骂的墙口啊 或是他会打我 或是我会作弄他 等等的事情 所以这部剧就我跟他的成果很多 而且大家都拍得很辛苦 我就很忙 没有看太多那个大众人 但是我也抽空看了一集 出来的烧果真的很好 因为这部剧大家都很用心嘛 所以看到成果出来也不错 也是蛮恩惠的 此外话说马上就要过年了 春节期间会不会和朱成丽 互相到对方的家里拜年呀 我也不知道 我们应该去找一下我们的搭档哥 大佣哥 我们应该去组一个团拜 去他家拜 逗一下红包 应该是不错吧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